拍球的 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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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起 拍球 紅球 其實兩次我覺得都蠻緊張的 但是就平常還好有在稍微練頭一下 就是有在跟朋友一起玩球這樣子 那小時候也有接觸過 那所以今天也算頭還可以 但是覺得說是整個場地的氣氛都很好 對 有稍微站比較近 因為我想說 不要踏到他們脫手專用那個脫手板這樣 他剛說本來要站到更後面 我想說 不要 就是安全地 安全地 對 剛剛就是有提到 紅總跨欄的那個東西 你覺得 因為我有跨欄是真的是就像我們在比現在那種跨欄 這樣子 然後 對對對 就是手去承認 就是翻過去這個 圍欄這樣子 就是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我也是從總算的跑去跨欄 其實也不算真的加入 只是說那時候小時候 在父親都喜歡帶我們看一些棒球比賽啊 然後他自己 因為以前他在 國家隊訓練的時候 時候也有認識一些就是棒球員 所以他們 在之後出社會都有在聯絡 那我們小時候耳無目染 也會就是 漸漸地喜歡上棒球這樣子 那時候也是有考慮過說 要加入就是國小就是可能去 可能去讀一些哨伴會的學校這樣子 那後來就可能 就不曉得為什麼不了了之這樣子 那自己還是很喜歡運動 那剛好 父親也是田徑選手 那就剛好就是 銜接承接的這個任務這樣子 是小時候看過有什麼比較有名的球員嗎? 其實蠻多那時候 因為像父親 他那時候在高雄國際中心訓練的時候 有跟那個 黃光輝教練 他們一起 然後 黃忠義教練 他們也都是 就是都有認識這樣子 那你是球迷嗎? 我應該也不算就是非常忠實那種球迷 但是我會 但是我會喜歡看棒球 就是因為家裡回去 只要轉到運動頻道 轉到運動頻道的話 幾乎都是在看棒球 那這兩隊有 統一跟富邦你有比較熟悉的球員嗎? 富邦嗎? 就是 我覺得最熟悉應該是 那個 顧問就是風格吧 風格 對對對 一個非常欣賞的 所有運動員欣賞的對象 主要欣賞風格的來點 我覺得因為我們運動員看就是譬如說在 實際就是競技場上的方面 譬如說他在面對這些壓力挫折 他要怎麼去克服這樣子 是有見到他嗎?今天有見到他嗎?還是之前有遇過? 之前有幾次活動有遇見過 那接下來自己的見證 自己介紹的規劃 因為 因為目前明年最重要就是 亞洲運動會 那因為現在我們就是 剛比完 今年最後一場 國內的賽事全國運動會 然後先讓身體就是 恢復 然後 即將進行 就是進到下一個階段就是 我們的 像是比較累的體能 基礎體能訓練起 這樣子 那重新開始 然後明年 希望如果疫情比較緩和的話 可以 可以 在 國外參加更多的賽事 就像 就像以往一樣 因為明年 亞運 覺得對我們所有選手 是 非常重要的一個 運動賽事 那大家都 希望能夠在這個上面 能夠獲得好的成績 這樣 所以明年的 最主要賽事是 比亞運 但是希望說 我們從可能二月底開始 會 參加一些 國內賽事 然後 三四五六月 可能會 國內國外都會有 但就是怕 就是 出國外 還要隔離 可能就會影響到 訓練 但是到時候就是看 到時候的情況 會做什麼 一定 對對對 對對對 四百公尺的全國紀錄保持人 同時呢 在2017年世大運 以憑個人紀錄的 49秒05 拿下這一次 南止世大運 四百公尺跨欄的 跨欄王子 陳傑 掌聲歡迎我們的 陳傑 好 今天呢 我們的陳傑 就要來擔任我們的 開場嘉賓 請今天為大家介紹到 我們的打擊貴賓 也就是我們同一室內的 好夥伴 三浦鍋爐董事長 黑田傑雄先生 掌聲歡迎我們的 黑田先生 好 讓大家最寵重的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 開場骨手 就是我們的沒有極限 陳傑憲 好 那我們的陳傑還有陳傑憲 在今天的開場 要來競雄投鼓的搭檔喔 好 那我們三位貴賓 都準備好了嗎 倒數 三 二 一 請投出 漂亮的好球 漂亮的好球 再一聽謝謝我們的陳傑 還有我們的黑田董事長 以及我們的陳傑憲 來在今天的賽前 我們開出一個非常漂亮的好球 紙 guidance 到可認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